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许没有前面这条船的铁 但今天这水流大家也看得了 不是投铁就能上去的 那可是要用游来换 要凭动力说话的 它在这出口处已经是僵持了有一会儿了 但船是一点也不前进 它是今天的第一条船 最终失败而回 只能先退下等待 下面又上来一条脑袋尖尖的船 今天这水流真是有点猛 整个船头都被顶服了大量的鼠刮 这条船的速度比较快 它们的船采用的应该都是高速机 这也导致它们在面对湍急的水流时 很多时候都上不去 但这条船这动力看起来还可以 居然没有被这炸猴给拦住 劝住 最终顺利上去了 后面又来一条 可以看见在远处 有很多船都在等待 只有一少部分船认为自己船动力还可以的 想来尝试一下这湍急的水流 但这个尝试都是有代价的 面对这种湍急的水流 它们耗油的速度是惊人的 像这种小船出一次 最少消耗几时的油钱 如果在大点的船 那可能都是上百 这条船拉的相对较多 此时来到这闸口最末端 这里也是水流最稀的地方 现在船的惯性已经没有了 全靠动力才能往前走 但它前进的速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最后 终是金脸长得翘 大郎含泪喝药 它还是不行了 后面又冲上来 一位倔强的船长 它以非常快的速度 直接甩尾进打 直接是撞的框的一声 速度要快 姿势要帅 不过它应该是被撞懵了 上去是不可能上去的了 还是乖乖退下去吧 小船既然不行 那就看看大船的表现 给我笔着了往前冲 这条船应该最少再有一千多亿以上的碎石 动力的话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它要是都还上不去 那今天那些拉了货的船 我说还是老实的都在后面等着吧 即便上去了都要脱成皮 不划算 最后没想到啊 没想到 这条大船也是吃了扁 看来今天这些船的动力都不行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